哎嘿,我们找到了一个远古遗迹 在金边100天里 这种远古遗迹里面有很多宝箱 接下来呢,咱们到处找一下 哎嘿,一个箱子 还真的有宝箱 话不多说,给我开 哎,迪迦奥特曼的变身器 难道说可以变身 话不多说,我们来试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本书 这个世界需要英雄去拯救这个世界吧 果然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现在我获得了迪迦的力量 打这种小怪两到一个 灰尘的嘎嘣脆 接着我们来到地上 哎,这个怪居然已经这么多了 我们去把这个怪给打一下 虽然我们现在很强 但是我们现在连30级都没有 来到地下 咱们抽出我们的大宝贝 就是一顿扛 哎,这些经验就是爽啊 只要我们到30级 我们就给附魔去了 现在我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是时候赚大我的后宫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红花给分解一下 接着呢,把这个牙毛染成红色牙毛 最后咱们找一片空地 开始搭建我们的女仆传说门 按照这个样子摆放好 接着摆上木棍 很快就能见到我的小女仆了 哎呀,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做完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还需要做一个玉璧 话不多说,咱们直接用手杖飞回家 哎呀,飞偏了 狄家变身狄家变身 哎,兄弟们感谢狄家 谢谢狄家救我一命 喜欢狄家的,别忘记点个赞 评论一个666 我看一下狄家的粉丝有多少 接下来呢,咱们用钻石 木棍加上纸 做出这个东西 最后对着祭堂像这样 幼稽 这个样子就算大功告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需要一点祭品 我们只需要 钻石,青金石,铁,黄金,红石,煤炭 没错,这些我都没有 太难了,兄弟们 用一个字就能贯穿我的一生 穷 不行,兄弟们,我要改变现状 千万不要一直穷下去 我要找宝箱 我要成为大富豪 诶,找到一个遗迹 但是这里怪好多 咱们先把这个怪给清理一下 话不多说,开始挖 哎呦,一个宝箱 给我开 诶,一些骨头 诶,居然还有一个熔炼炉 有了这个东西,咱们就能复制物品了 诶,又发现了一个墓碑 兄弟们玩游戏 这种远古遗迹 一定要探索 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行云流水了 诶,掏出铲子就开始挖 诶,一个箱子 接下来呢,咱们大概看一下 哎呦,金色传说 有一些黄金还有加速火把 灰成的nice 回到家中 首先放上我们的熔炼炉 接着咱们插上四根加速火把 然后激活加速火把 接着咱们拿出之前挖的绿宝石 对着熔炼炉的中心疯狂的诱击 这样它就变成了一组绿宝石 接下来咱们刷一点点绿宝石 就一点点 你们学费了吗 学费的点赞评论 抠666 什么你没学会 没学会作业翻倍 最后点赞评论是单数主播日更